Balim Berl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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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阿波罗 我们今天到东的秘密警察博物馆 去看看 你们看,这个是一个苏联风格的建筑 Balim Berlin 这个车里面是一个小监狱 这个车里面大概一米多高 人就不能站着 东的秘密警察是什么呢 在德语叫 Stazi 它的意思就是征服安全 他们负责监听和抓 反对政府的人 在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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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《切听风暴》的电影 就是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一个团科乐队 这个女孩是她们的主唱 她也是跟Stazi合作的人 也就是高密者 Informer 这是西德 这是古东德 但是博尼玉 但属于西德 那个时候 西伯利尼玉的东西 是从西德 用飞机运过去的 这张图 可以看了 看有多少工作人员 可说很少 2700 到最后 8.8万度 这些还不包括那些 帮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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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筷子 帮助 把一些抓住的人出嫁 卖给西德 这个车把他们卖掉的人 送回西德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地方的主席 每天早上都吃一样的早餐 他让他秘书 每天早上都做一样的 面包在这儿 鸡蛋在这儿 一个小杯在这儿 汁在这儿 盘子在这儿 还有一个鸡蛋在这儿 烧 煎到 咖啡 牛奶 然后两个鸡蛋 煮四分半 先弄一个小洞 这些电话可以直接打给 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 那个主席有时候在这个房间出嫁 这是他们吃午饭的地方 谢谢大家 在電影裡有這個布在椅子上 然後是她的滑 《 結果風格》 《 御露館 》 《 鸟蒯》 《 她在每個討論者的相關》 《 遇上討人員》 《 御露館 》 《 遇上寶寶寶寶寶寶寶》 看完这个展览 心情很沉重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 能了解一些德国以前的事 如果喜欢看德国的内容 请关注我 也不落 下次再见 拜拜